第1541张万丈树桩 前方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树桩 树桩只高出地面一丈的距离 而树桩之宽赫然足有方圆万丈 也就是说这树桩在被砍成树桩之前 那巨树足有万丈之粗 万丈之粗啊 那是什么样的一棵巨树 林骁和龙图天之前所见的树腰 也便是卡着阴摩那树腰 也仅是百丈之粗 百丈之粗便有万丈之高 万丈之粗 那这棵巨树当初又有多高 百万丈不成 什么树能够长这么大 这简直令人难以想象 而这树桩上面平平滑滑 像是被人一刀砍平一般 万丈粗的巨树 哪怕不成腰也必然非凡 如果真是有人一刀砍平 那足以说明那人的强大 望着这浩大的树桩 四人都惊愣了许久 难道那些藤蔓 是这棵树桩的根不成 火如烟不由惊讶地问道 可是如果是这树桩的树根 按理说最近的位置 它最强大 而最近的位置 并没有任何骷髅骨出现 为何它第二次要在数千里外动手 而不是等到我们到这里才动手 轻言不解道 跟这些人一段时间 连他都变聪明了很多 只是这个问题 他也想不通 如果真是这树桩的根须 也可以解释 那些进入这片区域的人 早就在被数千里外就被他吸干了 没有人能够进入到这里 龙徒天替火如烟解释道 他目光望向了远处 突然双目一亮 惊讶到树桩中央有一个石碑 嗯 林霄三人也将注意力 移向了五千帐外的树桩中央位置 那里 确实有着一块小石碑 立在那里 在呼唤之中 我隐隐听到了一个阵字 难道 那石碑 是镇压这颗树桩的东西不成 林霄历时就联想猜测道 前去看看 龙徒天蠢蠢欲动 好奇心极强 林霄抬手是停 先命令战斗骷髅向前 落在了树桩上 在树桩上行走 走了好一会儿的时间 也没有任何事情发生 随即 林霄命令战斗骷髅攻击树桩 结果 任得战斗骷髅如何出力 那树桩 都丝毫没有损伤 一个印痕都没有 这让得林霄四人纷纷震惊 那战斗骷髅 怎么也有五胜的战力 连五胜的战力 都无法在树桩上留下痕迹 那又是什么人 能够把莫大的一棵树 一刀或者一剑斩平 该不会是出自于五帝之手吧 这么一想 林霄心中都不经到稀凉气 不过 这也不是他能够推测出来的 此时 无论战斗骷髅如何出力 那树桩 也没有任何动静 随即便让战斗骷髅前行了五千丈 到达那小石碑之前 整个树桩 以及周围 也丝毫没反应 这让得林霄四人 心中都微微松了一口气 这树桩 似乎是个死物 或者 像是被镇压了一般 看样子 应该没有多大的危险 林霄四人面面相觑了一眼后 便是谨慎地飞入树桩上方 而一进入树桩上方 林霄便觉得 整个人精神一阵 仿佛 整个人头脑都清醒了很多一般 曾经修炼的功法 武器 都犹如瞬间开悟 又明悟了很多 我怎么感觉 似乎 我的悟性变高了一般 青年不由率先说道 嗯 悟性 林霄不由一阵诧异 听说青年这么一提 似乎 就是这种感觉 我也有这种感觉 隐隐觉得 一直难以修成的功法武器 有要明悟的感觉 龙徒天也不禁说道 我也有这种感觉 果如烟也说道 莫非 这棵树 能够让人开悟不成 林霄也诧异道 开悟之树 莫非是传说中悟道树 青年顿时想起了什么 不由说道 悟道树 林霄三人纷纷诧异 悟道树 那是什么传说 他们都从来没听说过 这世间 还有这种树 我已只是从一些灵兽古籍中建国 传言世间有一种奇术 坐到树下 或爬于树上 能够让各种兽族开悟 从普通的野兽 开悟成灵兽 灵兽于树边修炼 能够快速精进修为 青年说道 这也只是记载的传闻意识 根本就没有十句可言 大千世界 其五万千 有这种树 倒也不是不可能 如果这样 我们倒算是遇到机缘 不过 总感觉还是有些不太对劲 我们还是小心一些微妙 林霄说道 如果是纯粹一棵树 那倒也正常 可这 仅仅只是一棵树桩 大到令人无法想象的树桩 这本身 就有些离奇 三人点头 提起戒备 继续前行 直至四人一路前行到了石碑之前 都没有任何诡异发生 而戴德靠近那石碑 林霄便是见到 纳莫约半丈宽 三四尺百 数丈长的石碑 有一半 插入到了那树桩当中 另一半 裸露在了外围 纳露在外围的部分 刻着一个蜿蜒古老的文字 纳字记 林霄还能够推测出来 是一个林字 而在那林字上 隐隐有着淡淡的血痕 纳血痕 仿佛拥有吸引人目光的能力一般 林霄的目光 都被纳血痕深深吸引住 并且 林霄心中还有另一种感觉 这石碑 似乎让他有种同根同源的感觉 准确的说 不是来自于纳石碑 而是来自于纳石碑上的血迹 却 一个苍老雷若的声音 隐隐从那石碑上的林字内转了出来 传入林霄的耳中 林霄体内的血液 莫名其妙地涌动了起来 仿佛 被神问引动一般 是这个石碑在召唤我 石碑上的字在召唤我 林霄历史经声道 文言 龙徒天三人也皆是一经 火如烟更是惊讶地说道 那上面的血液 与你的血液相同 或者说你们是源于同一种血脉 它是血模体 对于血极为敏感 也很有研究 林霄的血 它方才打用来打藤蔓 它完全可以确定 这次记上的血痕 与林霄的血液相同 听得火如烟的话 林霄心头大惊 这上面的血迹 与他同出一条血脉 上面刻一个林字 他姓林 又是源于同一种血脉 难道 这是他林家的仙人 在石碑上映入了血液不成 那对方映入血液 是为了什么 难道 是用来镇压这棵巨树 第1542张火如烟的推测 难道 斩平这棵物道树的仙人强者 是你林家的祖先 亲眼惊讶道 按照火如烟这么说 似乎只有这么一种可能 林霄一头雾水 他的祖先 他母亲是东北明州霄家的人 距离这里 虽然不近 但也说不得远的太离谱 但他母亲家不姓林 只有可能源于他父亲一脉 而他父亲 他林家 是在东南域的兰兰帝国 他林家的祖先 怎么会与这个地方牵扯上关系呢 不过 林霄对于他的父亲的底 倒也不是太清楚 他父亲只是说 与他母亲相识 只是因为一些巧合 没有说在哪里相识 但以他父亲的实力 林霄猜测 定然是他母亲前去过东南域 而不是他父亲前来明州 或者圣州与他母亲相识的 毕竟 他父亲那种修为实力 根本不可能走过禁忌海域 但这仍旧只是一种猜测 虽然可能性很大 因为事情如果是这般 他父亲没前来过圣州的话 又怎么会知道 他母亲被八大家族动手 被镇压在天机镇摩塔的 难道 还有人专门去告诉他的不成 而还有一个更加让得林霄疑惑的是 藏宗林浙天 长得非常相似他的父亲 他与林浙天相比 林浙天更像是他父亲亲生的 他曾经甚至都怀疑 他父亲不姓林 或者说 是另外一个林姓 与他所在的林家有所不同 逃亡东南域混入他们林家的 不过 他林家族人 都知道他父亲自小在林家长大 这不可能有错 他们家族 也不可能让外族人当组长 对此 林霄越发迷惑 我的父亲 该不会不是我亲生父亲吧 讲到这 林霄心中不禁暗暗联想了一下 这让得自己都不禁打了机灵 一下子又否定了自己的想法 虽然说 他与他父亲长得不是太像 梅林遮天相 但 他的神韵 与他父亲还是很像的 而且 那种亲人血缘的亲近感觉 不会有错 就像是一遇到这血痕 他就生出那种亲近的感觉一般 而且他与他父亲 那种感觉 更加浓郁 可若是如此 他又有点想不通 他的祖先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难道 他们林家 当初还有一位仙人走出了东南域 成为盖世强者 前来这片区域不成 又或者他们栏栏帝国林家的祖先 是从这片区域移过去的不成 这两种可能性 似乎更大一些 当然 这前提是 上面的血液 真实的是他祖先烙印进去的 我先前听到的是孩子二字 接近之时 听到了一个阵字 就在刚刚 我又听到了一个血字 这又何以解 林霄不解的问道 他的口气 是否是像我当初在冷魔岭 需要练话五圣时发出来的那般 果如烟先是问道 林霄点头 对 很雷若 很渴望 那就是 那强者血液的印记 渴望你的血液 果如烟推测道 如果我没猜错 之前的那些藤蔓 就是这棵树装发出的 它需要吞噬别人的修为 以挣脱这块石碑的镇压 而你是森林之子 森林之子虽然我们不清楚 但 你的血液 可以让这那些藤蔓重创 天生克制 这个石碑 需要你们森林之子一族的血液 才能达到镇压的效果 里面那位强者的血液 经过岁月的魔力 恐怕 已经要消散了 因此 方才有那种对血液的渴望 至于为何会发出召唤 可能是源于那名流下血液的人太强 又或者 源自于血脉深处的召唤 果如烟条条有序的推测道 她一个女子 而且是受人歧视 爬摸滚打 而与我诈成长起来的血魔体 各种推测能力也是极强 根据种种 推测出了这么一个结果 这个结果有很大可能 是真的 你们怎么肯定 这血液 就是林霄的祖先 而不是这树桩部的菊 金言则是狐疑地问道 跟这些人相处 他现在都变得多疑了 数据森林之子 不可能设计 让森林之子用血来镇压他吧 火如烟道 而且 上面的血迹 我完全可能确定 是与林霄同源 那血迹很淡 很强大 其他的推测 都不一定对 但对于血液同源这一点 他还是完全可以确定 空猛龙 火如烟 化音一落 整个大地 突然震动了起来 万丈方圆的树桩 忽然震动了起来 仿佛要从地面挣脱开来一般 周围地面 不断向外均裂开去 动静极大 整个地方 仿佛发生了一场大地震 整片虚空都仿佛跟着震动起来 天地 顿时也昏暗了下来 林霄四人 已经感觉到 树桩下方 似乎有极度恐怖的力量从地下深处爆发 不断向上传来一般 仿佛有种毁灭世界的力量 不断向上汹涌澎湃而来 他们每个人 顿时都生出了一种世界末日即将来临般的感觉 却 这时 那林子石碑 再次发出了一阵急促而微弱的声音 扑 林霄也毫不犹豫 按照火如烟的推测 直接以原力滑破体表 一道鲜血喷出 洒向了那林子石碑 那石碑自己沾到林霄的血液之后 顿时爆发出了一股天药塌下来般的恐怖威压 而紧接着 林霄四人便是感觉 那石碑 似乎变得沉重无比 仿佛在这整个世界的重量一般 向下沉眉 镇压而去 又如镇压世界末日般的力量 在那石碑插入树桩的部分爆发开来一般 江下方犹如向上汹涌澎湃而来的那种毁天灭地般的恐怖波动 都镇压了下来 另一道惊天的力笑之声 自那树桩下方传出 穿透云霄 林霄四人 都感觉耳骨都要被刺破了一般 而后 巨大的地震 在这一刻停止了下来 本来开始向上挣扎 升高起来的万丈方圆树桩 再次深入了地面 仅是高出地面原来一丈的距离 周围 滚滚的灰尘 弥漫而起 树桩的震动 顿时平息了下来 第1543章 威压太过恐怖 让得他们都生出这种感觉 仅仅是里面太强大而造成的联系之感 否则 若真被那威压充斥到 他们所有人 都有可能会直接被淹粉 恐怖 那种力量 太过恐怖了 令得灵霄四人都难以想象 定了定神 灵霄再朝着那石碑看去 那石碑林字上 变得鲜红了起来 整个字迹印痕 都充满了血色 仿佛有血液在流淌 这让得灵霄都不禁诧异 他的血液 真的这么管用 只用了一点 就能镇压住那可怕的震动 现在 里面的血迹 还满满的 火如烟也扫了扫那石碑上的血字 差一道 这石碑 当真神奇 似乎 你的血液 没有消耗多少 可能只是万千分之一滴而已 石碑的微能 就能够镇压住那一洞 照这样推测 你这血液 恐怕 也能够用个万千年 万千年 灵霄吃惊 这也太神奇了吧 随便一片血液 就能够镇压这么久 那被镇压的树桩 或者是树桩下的东西 岂不是要吐血 恨不得骂人 如果他能够开口的话 如果拿这石碑出来镇压人的话 岂不是用一点血就可以镇压盖世高手 林霄暗暗想到 当然 也只是想想而已 以他的实力 恐怕无法撼动这石碑 哪怕能够撼动 他也不敢取出来 一取出来 镇压在下面 树腰或者恐怖 就直接会将他们弄死了 这下 应该没有危险了吧 今年擦了擦脸上的汗 道 按理说 应该不会再出问题 火如烟有些不太确定地道 既然如此 我们大可在此树桩之上修炼 我有种感觉 我琢磨已久的功法武技 要修炼成了 龙徒天道 灾人纷纷点头 他们有同样的想法 这树桩能够增加悟性 现在又解除危险 在树桩上修炼 正是一大机缘 不过 林霄还有些不够放心 自己立在石碑旁 让德三人先修炼 待得树日的时间 这树桩丝毫没有任何问题 林霄这才准备自己修炼 诗 这时 林霄赫然见到 龙徒天背后 有血脉亮了起来 那神龙血脉 宛如变成了一针小龙一般 在龙徒天背后 流动了起来 龙徒天的身上 隐隐有莫名的气息苍凉一出 那种气息 至阳至刚 大到无匹 犹如来自太古洪荒的真龙之气一般 令德林霄都忍不住心颤 这气息 与他催动出来 雪龙异象气息 有些相似之处 也好在 龙徒天这气息只是一出那么一丝 如果完全释放出来 恐怕其他人都不能安心修炼了 他这是在修炼什么功法 林霄都不禁暗道 不过 龙徒天并没有睁开双目 也没有任何动静 而是一直保持盘膝而坐 纹丝不动 旁边 火如烟 青年 也都没受影响 一直沉浸在了修炼之中 又过了许久 见得龙徒天哪怕修炼体内有动静 也没有其他反应 林霄便也盘下膝来 直接坐在了树桩上 本来 他准备直接炼化八品初级冲灵丹 冲击下一级灵力境界 不过 立在这树桩上 他思路清晰 脑子明悟 神石内观探入丹田 他便已经隐隐觉得 自己似乎能够靠修炼 就能够冲击下一级原力境界 于是乎 他便直接修炼原力 当然 战斗骷髅 是令其力在周围的 随时准备将他们唤醒 随时准备为他们防御 在树桩上 林霄冲击丹田空间进步神速 就仿佛每一个步骤 每一次冲击 每一次力道 都找到了最佳的方式 仅仅是十来日的时间 林霄的丹田空间 又再次发生了变化 丹田空间变得更大了 空间生出了更加磅薄的力量 一股强大的气息 自他的身上浩荡了出来 林霄丹田内变强的力量 也随之汹涌澎湃了起来 睁开双目 林霄脸上不由闪过了惊喜之色 他的原力修为 赫然又突破了一重 从六重武皇境界 突破到了七重武皇境界 而这 完全是靠修炼提升上来的 而不是靠灵丹妙药和天才地宝 如果在寻常 以他突破不太久的原力修为 根本无法在十日内 将修为修炼至突破一重境界 这要归功这树桩 这树桩让人头脑清醒 增加悟性 用处太大了 而因为林霄气息的散发 龙徒天 火如烟和青年三人 都被惊醒了过来 你突破了 青年满是差异地朝着林霄看了过来 这速度 也太快了吧 龙徒天和火如烟不由一阵吃惊 他们知道 林霄这才突破到六重武皇境界没多久 现在 又突破了 没有影响到你们吧 见得三人的模样 林霄一脸尴尬地道 我那功法 在三日前 便已经修炼成功了 这三日 只是在巩固 毫无影响 龙徒天说道 我也在修炼功法 曾经在青桑城洞府中得到的幻血经 一直没摸到门槛 如今差不多入门了 火如烟也道 曾经与林霄一同得到的功法五技 九天雪与剑修炼起来倒算是容易 而幻血经 却很难 他一直也只修炼个皮毛 还未真正的入门 而这次 借助树桩提升的悟性 终于算是入门了 可以完全控制和施展了 当然 当初那洞府中的储物界中有三套武技 还有一套风雷掌 但那风雷掌 不大适合他 威力也不如九天雪与剑 他便直接放弃 没有修炼 这悟道术 果然非同寻常 这才十几日的时间 我的修为 也有所精进 若是长期在此修炼下去 一两年之内 我又有把握突破一重修为 经言也说到 他与林霄不同 林霄再强 仍旧是五皇修为 五皇好突破 而五圣 突破一重都难如登天 不用几十年 很多人都难以突破 更多的人 一生都难以突破一重 若一两年能够突破 这已经是最妖孽 最快的速度了 听说青年这么说 林霄脑海中 不由闪过了一道 不由说到 我忽然生出了一个想法 在人都微微诧异的 看着林霄 第1544章妖孽门 此数非凡 能够增加人的悟性 不如 我们建个势力 把这里定为总部 把可以拉拢的大陆 顶尖妖孽天才 都拉拢过来 说不定日后 便能够成长为强大的势力 与各大势力完全相抗衡 林霄说道 听得林霄的提议 三人都微微错愣 这一点 他们还真没想到 将大陆最顶尖的妖孽 拉进来这里修炼 不久的将来 肯定会有人成为五圣 一旦出现一尊五圣 那这个势力 实力就会大增 因为有先程的顶尖天才 还有这物道术 这培养出五圣的速度 定然要大大快于各大势力 如此一来 别说完全与各大势力相抗衡 将来超过各大势力 都有可能 各大势力现在之所以 逼得他们不得不逃跑 不过就是仰仗着底蕴魂厚 人数众多 若是他们的五圣数量也足够多 哪怕大部分势力联手了 他们也无需畏惧 加之 这个势力 只要妖孽 人数上也不会太多 便不会各大家族势力那般 有很多后顾之忧的麻烦 他们也无需破费过多的资源 来培养势力中的天才 而实际上 他们并不知晓的是 林霄还有另一个想法 那便是直接练人丹 全力培养天才 若是练出人丹那种逆天的东西 哪怕距离半步五圣很远都能够快速提升上去 到了半步五圣 想要踏入五圣境界 那完全便靠个人 是个好想法 不过现在 各大势力在通缉我们 谁愿意加入这个势力 还有 如果要以这个地方为总部 如何能够保住 不让别人攻进来 青年不禁问道 这可不像他们摩挖一族 怎么说还有个胀气屏障 别人想攻进去 还得顾忌顾忌 第一个问题好解决 林霄说道 只要我们有足够的实力 干一件大事 放出名声 就会有天才甘愿冒险 这件大事 自然就是攻击天机阵魔塔 只要能够成功撼动 攻破天机阵魔塔全身而退 这威名 可当真是震动整个大陆了 至于第二个问题 确实有些难以解决 这里虽然隐蔽 但早晚也会暴露 如果我们聚集在一起 对方人数少 倒是可以抗得住 但地点固定 对方随时都可以调及高手前来 林霄说道 如果能利用那些藤蔓就好了 连武圣进来都会陨落 火如烟说道 他的目光看向了那石碑 不过 动石碑这个主意 可不是什么好主意 除非万不得已 那个石碑动不得 林霄摇头 一下子就否决了火如烟的说法 他已经很喜欢冒险了 可这个险还不能冒 千前我们进来 藤蔓同样也还在被镇压当中 还能够生出藤蔓吞噬他人的羞为 那些死人窟窿 想来也并非最近才吞噬的 应该不是森林之子血迹少了 才拥有的能力 龙图天不由说道 如今虽然石碑融入血液 有可能也会有能力生出藤蔓 在吞噬人的羞为 听得龙图天这么一提 果如烟也点了点头 很赞同这个说法 道 如果那些藤蔓是这个树桩的树根 表明这树桩的根须 足有数千上万里 虽然本身被镇压 也不排除 他还有动用远处根须的能力 不过 是否如此 还得找人验证一下才行 若是如此 那所有人进出 岂不是需要林霄护着 青年道 火如烟笑了笑 道 这个简单 让林霄多放点血 每人拿他一小瓶鲜血就足够 将玉瓶打开 恐怕那藤蔓都不会出现 林霄 若是如此 人数稍微一多 那他岂不是要放血放道干 至于如何互助这里 等找人是了就知晓 我们现在 便先见个名头 到时候 也好传播出去 林霄也笑了笑 道 这个势力 只要妖孽 那便叫妖孽们吧 这妖孽们 就如同一个联盟 不管本身有没有在各大势力 都可以加入其中 三位 你们谁愿意做门主 林霄的目的 只是建个势力 扩大力量 与各大势力抗衡 也好建立个根基 日后想办法互助 便不用跑来跑去 躲去各个地方 至于谁是门主 倒无所谓 相反 林霄更愿意有人来掌管这个势力 而不是让他来管 而他们这么一说 当然是把三人都拉拢在内了 火如烟好说 肯定会答应 龙图天是他师兄 也不会拒绝 问题就在于青年 青年有家族 与各大势力也不是什么死敌 只是各助手 随时可以抽身 他这么一说 想来 青年也不好拒绝 龙图天摇头道 加入没问题 不过 当门主 我可没这个心思 我也可以加入 不过 人族太复杂了 我可管不了一个势力 青年果然也顺着加入了其中 而后又看向了火如烟道 要论掌管势力 恐怕 谁也没有火姑娘在行了吧 火如烟却摇了摇头 道 妖念门 与雪宗不一样 我可以掌管宗门 不过 这门主 还得由林霄来当 因为 林霄的名头最大 只有这个名头 才能吸引大陆最顶级的妖孽家进来 青年和龙图天接点了点头 对于什么门主之类 实际上他们都不感兴趣 他们的目的 也只是组建个势力而已 相互联手而已 实际上 林霄也没太过在意 听得火如烟这么说 便也点了点头 道 既然如此 那就这么办吧 对了 接下来 我需要炼制两具战斗骷髅 你们修炼 可与我保持一些距离 林霄随即又说到 三人点了点头 随后掠到了万丈方圆树桩的最外围 只有林霄立在中间 林霄先是将天机圣地大长老的尸体取了出来 再取出骷髅手掌 将微弱的灵力注入其中 激发出腐蚀力量 将天机圣地大长老尸体上的肉身 全部腐蚀 只留下了干钱净净的骷髅骨架 这让德青年和龙徒天都不由震惊 尤其是青年 这手段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 比直接将一个人毁灭还要胜人 至于火如烟 最先得到这骷髅手掌的时候 他便见到其威力 倒也没有什么惊讶 随后 林霄开始催动不灭骷髅树 炼制了起来 这一次 他原力突破了一重 炼制起来 比之前更加轻松一些 能够烙印进去的力量 也会更加强大 而在这束装上 他的悟性增长 炼制的速度 要比之前第一次炼制五胜级别的战斗骷髅 要快上许多 仅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便将两具战斗骷髅 炼制成功 如今 林霄身上 便拥有了足足三具五胜级别的战斗骷髅 加上他自己 就是四尊五胜 这可以说 一人就等于一个大势力 加上龙图天三人 若不是因为各大势力联手 或者大势力有老怪物存在 他们已经完全可以铲平一个大势力了 第1545章又突破了 炼制完骷髅手掌 林霄又将大陆林控师大笔冠军奖励 八品初级充灵丹取了出来 可惜了 望着这充灵丹 林霄都忍不住常叛道 他这八品初级充灵丹 有三成突破八品初级灵控师的成功率 这成功率 已是极高 其最大的价值 便是用来冲击八品初级灵控师境界 奈何 他现在只是七品初级灵控师 想要冲击八品初级灵力境界 还差着一大截 灵力修为又难以突破 他都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 他现在又需要尽快提升实力 只得用其来冲击七品终极灵力境界了 林霄离七品终极境界不算太远 靠着没丹药冲击 算是大才小用 问题应该不大 至于丹药的要力 他现在的灵力实力 也相当于七品高级灵控师 而且是最顶尖的那种 应当能够承受得了 深吸了一口气 林霄便是将丹药扶下 体内力量运转 一触动丹药炼化 那丹药之中 便是有浩瀚的要力涌动了起来 在林霄的调动下 顺着他的经脉向上流转 涌入到了他的脑海之中 林霄的脑海 瞬间被浩瀚的要力灌营冲荡 他的头上 顿时都冒出了一阵黑烟 大汗流淌而出 好在林霄的脑海还能够承受住 他脑海中的灵力 也在快速运转 变化着那滚滚的要力 用以提升脑海自身 这样凶猛要力冲荡炼化的状态 持续了十日 在第十日之时 林霄的脑海 本质上发生了蜕变 更为强大的灵力 在他脑海中开始汹涌澎湃了起来 强大的灵力气息 不由向外透发而出 这气息 再次将龙图天三人惊醒过来 又突破了 三人都诧异的看向了林霄 看情况 他还在炼化丹药 他应该是炼化了八品冲灵丹 火如烟说道 如果是炼化了八品冲灵丹 突破一级倒是很正常 不过看样子 一时半刻要力还不会散去 不知道 他会不会再突破一级灵力 龙图天道 青眼脸上不禁抽搐了一下 以林霄先前的灵力催动灵能 也差不多能够与一重五胜普通相抗衡了 现在突破了一级 又会有多强 那要是再突破一级 那又会有多强 这让德青眼想都不敢想 如果连着突破 再突破一级的话 那也太过妖念了 哪怕是八品出级丹药 也不会这么逆天吧 林霄在突破了一级灵力后 并没有停止下来 因为那要力还远未完全耗尽 甚至 只消耗了不到一半的要力 林霄趁机 再度炼化 而这次炼化 仍旧是持续了十日的时间 第十日之时 要力完全耗尽 不过 他没有突破成功 准确地说 他根本就没有准备冲击下一个境界 而是 巩固了七品终极灵力修为 然后提升到了七品终极灵力巅峰的地步 林霄都不得不感叹 这八品出级充灵丹药力的磅驳凶猛 这大陆灵控师大笔的奖励 可真不是凡品 此时 感受到脑海中强横五匹的灵力 林霄只觉得 光凭灵力催动灵能 他完全都能够力战二重五胜 而他的元力 也差不多 六重五皇之时 动用权力 能够战败一重五胜 如今在突破一重达到七重五皇境界 光靠元力战力 应该也达到了力战二重五胜的实力 元力加灵力 击败二重五胜 完全不在话下 乃至击杀 都没什么问题 甚至 连三重五胜 都能够抗上一抗 至于吞天巨灵止的威力 林霄自己都难以想象 实力越强 那吞天巨灵止的威力 因融入太过浩瀚能量的原因 爆炸起来 就越发可怕 而这次 林霄睁开双目 龙图天三人 仍旧是沉浸在修炼当中 盘坐于树桩最外围的三个方向 侧坐于他所在的方向 此时 三个人 似乎都在修炼丹田冲击境界 三人都显得极为的平静 但又让人觉得 三人体内 似乎有恐怖的力量在涌动一般 见得三人都在修炼 林霄恢复了平静 当即又取出丹药 开始炼化了起来 这一次 是原力丹药 这是从天机圣地大长老 以及洪家大长老手中的储物界中 分赃出来的 这一路行来 他们早便已经分了赃 只不过 这些丹药虽然品级不低 想要靠这些丹药突破还很难 故此林霄方才没有第一时间 将这些丹药取出来炼化 如今 灵力突破 原力虽然不能再突破 但也能够再巩固一番 甚至还能够再提升战力 故此 林霄又进入了炼化丹药冲击丹田之中 又过了数日的时间 林霄炼化了树莓丹药 进入修炼之中 失 而这个时候 一股浩大磅礴的气息 忽然充斥而来 林霄都被惊醒了过来 这气息 太过强横了 甚至比他所感受到过的 姬家家主的气息 都更为强横 只不过 其气息修为等级 没有姬家家主那般 达到三重五胜境界 而只是 二重五胜境界 很显然 此时 三人之中 有人突破了 从一重五胜境界 突破到了二重五胜境界 林霄睁开双目 朝着气息传来的方向 看了过去 只见侧身黯然的龙徒天 猛地睁开了双目 咋一看上去 整个人仿佛 有种前冤玉冲天而起之感 而青年和火如烟 同样被惊醒了过来 同在这树桩上修炼 被打搅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突破了一重五胜境界 火如烟和青年脸上都露出了浓浓的诧异 哪怕是林霄 都不由吃惊 五胜境界 提升一重 难度都极大 龙徒天四时出头年纪 达到二重五胜境界 这已经是整个大陆五胜都难以匹及的成就 我在一重五胜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 裂化完那些丹药 加上这树桩能提升物性的原因 侥幸突破了一重 龙徒天语气平淡地道 虽然这么说 但三人仍旧不觉侥幸 这龙徒天 也是大陆极为妖孽的人物 只不过 早生了他们一代而已 裂化了两瓶五胜之血 我也隐隐看到了突破的希望 若长期在树桩上修炼 再加上更多的五胜之血 我倒也觉得 要不了太久的时间 便有机会 再突破一重境界 火如烟随后也如实说道 难道我会是最慢的 文言 青年脸上不禁抽搐了一下 他只觉得 自己一两年内突破有望 那已经是最快了 哪里想到 两人竟然比他还要妖孽 尤其是那龙徒天 一重五胜 就能够立抗三重五胜 如今二重五胜 岂不是都能够掉 打个大势力家主 立抗四重五胜了 第1546章 那你的意思是 这时 龙徒天转而朝着林霄看过来 随口问道 师弟 你没有连着再突破一级灵力 听到龙徒天的话 林霄脸上也不由抽了抽 道 一级便是三重修为 突破灵力 哪有那么容易 青年和火如烟 也暗暗点头 这也在他们预料之中 尤其是青年 林霄突破一重原力 又突破一级灵力 这已经让他很吃惊了 如果林霄连突破两级 等于突破六重境界 这还得了 对了 师兄 不知道 门主大概什么时候 攻打那个地方 林霄不由问道 对于攻打天机阵魔塔 实际上 他内心早就已经跃跃欲试了 只是 与各大势力联手对抗 还是有些力量不足 不过如今 他和龙徒天都突破了 火如烟和青年 想来实力也有所提升 他们又有三具战斗空楼 加上神秘的苍龙门门主 若是偷袭 对抗一个天机圣地 还有希望 以他们现在的整体实力 哪怕遇到鸡家老怪物那种五重五胜的存在 也能够抗上一抗了 当然 要在他们一起联手对抗的情况下 门主也有他的计划 他在联络一些盟友 还没有明确 龙徒天说到 若是快的话 几个月之内就有动静 若是慢的话 一年半载 林霄眉头微微一皱 苍龙门门主要动天机阵魔塔 想来有可能有其目的 门主专门为龙徒天和他筹备攻击天机阵魔塔 有些不太可能 这一点 龙徒天也没有与他说的太清楚 而联络盟友这个计划 也都是苍龙门门主在背后行动 他丝毫没有消息 要动天机阵魔塔 恐怕 还不能把太大的希望 放在苍龙门门主身上 顶多 只能加上苍龙门门主这份战力 至于会有多少人会站出来 那便是另一回事了 最主要 还是要靠自己 自己要做好十足的准备 那我们 也该做一些准备了 林霄顿了顿 到 现在 有五大势力联合在一起 如果没猜错的话 他们恐怕还在围在灵池岛 等若攻击那个地方 一群人齐齐感知 那可就难打了 那你的意思是 龙图天问道 先教训一个家族 让他们有所忌惮 各自赶回自己家族 而后 我们赶去灵池岛 我准备去炼化毁灭灵能 林霄说道 文言 青年不由大吃一惊 炼化灵池岛的毁灵能 那灵能 他也听说过 已经存在了很久 都没有人能够炼化成功 哪怕是八品灵控师也不例外 而林霄 要去炼化那毁灭灵能 要知道 那毁灵灵能 可是灵能榜中 排名第十的灵能 除了这毁灵灵能 前九的灵能 都是指传说中的存在 从未现实 也就是说 这个毁灵灵能 是当今最为强横 最难以修炼的灵能 林霄 能够炼化成功 而最主要的问题是 林霄脑海中 已经有一个灵能了 他还能够炼化另一种灵能不成 难道 他那灵能 是几种灵能融合出来的 青年这下又想起了林霄施展灵能时 蕴含着的三种属性的能量 心中不禁猜想了起来 他该不会是 已经融合了三种灵能了吧 讲到这 青年心中又不禁一阵抽搐 两种灵能 已经是史无仅有 三种灵能 那岂不是太逆天了 这一刹那 青年仿佛明白了什么 心中震惊万分 这 才是最最顶尖的妖孽啊 原力逆圣 灵力直接是逆天 炼化了三种灵能 而现在 林霄竟然还要去炼化第四种灵能 这一刻 青年看向林霄的目光 像是在看怪物一般 青年自知 他这个魔蛙天才 与眼前这个青年相比 差的可是不止一点半点 不行 我也得拼命 同是一代人 不能被他们落得太远了 青年心中暗暗决定道 当然 他也没有开问 对方要去炼化毁灭灵能 肯定融合过灵能没错了 否则不会有这么强大的自信 冒险去炼化第二种灵能 拥有三种能量属性的灵能 也肯定是融合三种灵能无疑 这可是前无古人的成就 对此 青年都有种拉近关系的想法 他父亲让他出来相助 果然没有做错 此子 将来必然大成 甚至达到吞天灵地那种高度都有可能 当然 林霄也并没有想到 青年心中会想那么多 至于火如烟和龙图天 两人早便知晓 也没有多大反应 我的目标是洪家 洪家位于西北幽州 左连西方好州 右连北方玄州 哪怕五大势力的人知晓 也猜不到我们会去哪里 林家和江家的高手 无论如何 他们都必然会回家族自救 林霄继续说道 如此一来 便能够解决一群五胜高手聚集在一起的情形 嗯 至于教训的方法 就是歇灭他二三十个分布 林霄又补充说道 本来他是想直接灭对方总部的 但鉴于鸡家的经验 还是放弃了这个打算 谁也不清楚 洪家会不会也有老怪物活着 虽然他们现在也无据 但总归会有些麻烦 不如直接灭其分布来得更快更直接 灭掉一个家族分布 几乎就是一掌的事情 而听的林霄的话 青年三人都不由一阵惊讶 二三十个 那至少也是数千上万人 直接屠杀个人家数千上万人 这也太残忍了吧 这简直就是要灭人家一族啊 可以想象 如果洪家这么多的人被灭 洪家家族等人会有多跳脚 其他想要联手对付他们的家族 会有多忌惮 如果真这么一打 其他家族肯定都得纷纷跑回去 保护自家的族人 太狠了 这家伙一定不能得罪 青年心中暗道 哪怕他是个魔蛙 都没有这么狠 龙图天和火如烟 最后也没说什么 龙图天也是一路杀过来的 而火如烟 则是一路适雪而来 哪怕是屠杀 都没有太大的感觉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 该怎么杀就怎么杀 只不过让他们有些惊讶是 林霄这个计划而已 林霄心中也正如火如烟那般想法 虽然他现在没有损失 但洪家的仇 已经结了 既然对方想要他的命 那便会让对方付出惨重的代价 他林霄 可不是那么好惹 想联手对付就联手对付的 各大家族有各大家族的威严 有仇必报 他同样 也有他的威严 有仇番被报 这是不错的选择 若是有意外 我们再返回这里 火如烟最后赞同说道 龙徒天河青年也点了点头 那是不宜迟 我们现在就出发 林霄道 当即 三人离开了树庄 这次原路离开 林霄四人 并没有再遭到腾满攻击 顺利地走出了这片区域 第1547张念洪家分布 一个月后 西北幽州 偏东向的一个位置 洪家第58分布 便是坐落此处的一座城池内 这座城池 方圆百里上下 算是一个不小城池 城池内人口众多 热闹非凡 而洪家第58分布 大大小小的院落 则是坐落在城池的右侧方向 占据方圆三四十里 是整个城池 最为尊贵之地 这片地方 非寻常人有资格靠近 也非寻常人敢靠近 此时 洪家第58分布内 一群少年天才 正从洪家大门口走出 个个仪表不凡 面色傲然 一边迈步 一边高谈轮廓 我们家主和二长老 与四大家族联手 为B林池岛 听说林池岛 一口咬定林霄梅在岛内 都差点打起来了 林池岛再强 也不可能抗得住 我们五大势力的联手 只不过 林控是手段多端 底牌强大 林池岛那边 充斥了多少天地能量不清楚 真要打起来 还真是各不小的麻烦 打起来各大势力不好过 不过 林池岛更不好过 而主要问题是 林池岛同意让人进岛搜查 也没查出各什么来 各大势力也找不到理由逼迫 林池岛那种地方 只要将人藏住 肯定不会轻易找到 这个林霄 真是可恶 若不除掉 我们过得都不安心 放心吧 我们洪家屹立这么久 可不是他们几个伞修就能够威胁到的 家主动用重气设新宫 定然能够将他一举击杀 正当这个时候 一道青年的身影 朝着他们低空飞掠了过来 落在他们的前方十数帐外 这名青年根本没有看向他们 而是直接将他们无视 其目光扫了扫前方的大门门牌 喃喃自语道 是洪家没错了 见得这青年对洪家如此不敬 一名青年立时大怒了起来 你是谁 胆敢来我洪家放肆 其他青年也纷纷大怒 在幽州 他们洪家可是霸主 不是什么人都有资格前来他们洪家的 而这家伙倒好 竟然飞略而来 还敢如此无视他们 我是林霄 林霄用怜悯的目光扫了扫一群人 淡淡地道 就是来你们洪家放肆的 林霄 那个青年正要大骂发威 然后顿时反应过来 大惊道 什么 林霄 其他人也纷纷震惊 此人 正是林霄 他们刚刚还在谈论的林霄 林霄打上门来了 一群人震惊的都有些回不过神来 而正当他们惊愣的时候 林霄飞身掠起 整个人向后上方暴退而去 与此同时 一只黄色的骷髅手掌 朝着洪家三四十里 远落的中心位置飞掠而去 不好 快逃 呼叫长老 见状 有青年历时惊喝了起来 然而正当这个时候 一股邪恶无比的腐蚀气息 从洪家分部中心爆发而出 整片天地 瞬间充满了腐蚀的韵味 令人仿佛一下子陷入到了地狱一般 让得一群青年顿时毛骨悚然 心寒万分 紧接着 滔滔滚滚的黄雾和黄色力量 突然爆发 犹如洪水倾泻般 从洪家院落中心 向四面八方汹涌澎湃而来 眨眼的时间 便是向着一群人淹没而来 不 一群青年发出了惊恐的尖叫声音 连忙向外暴退 然而都已经来不及了 一群人刚刚向外逃窜 速度最慢的人 第一个被那黄色的力量冲击 整个身体便被腐蚀成了一具骷髅 这让得逃得较快 回头望去的人 精巨得肝胆剧烈 然而下一刻 他们的身体 也被那腐蚀力量冲击 纷纷毙命 变成了窟窿 除了这外围的人群 能够发出惊叫之声 院落之内 几乎没有叫声发出 有的 只是吃 吃 的黄泉力量充斥之响 而这股黄泉力量 也仅仅是波及到了洪家分部的周围 没有波及向太远的距离 这也是林霄控制了灵力 没有注入太多力量激发的原因 否则 整个城池 恐怕都会遭殃 对于仇家 林霄从来不会留守 但 他也从来不会滥杀无辜 因此 才会这么麻烦 低调低入城 再前来洪家院落确定 最后才出手 若是洪家这个部分独在一个地方 他直接便能够解决了 当然 在此之前 进入幽州之后 他们四人 便是事先打探了消息 确定洪家大致的分部 做好了分工 以最快的方式 解决洪家分部 因此 这片区域 仅有林霄一个人前来 至于动用骷髅手掌 而不是一掌拍灭 林霄自然是另有用途 在黄泉力量侵袭过去 林霄开始了扫荡 洪家58分部坐落的整片区域 总共都有2000多具骷髅骨架 这些骷髅骨架 绝大部分 必然都是洪家的人 至于前来做客之类遭殃的 林霄也来不及顾及那么多 很快的时间 林霄便是把洪家分部的骷髅骨 全部收了起来 还有那些人的储物界 收集了整整一大袋 而让德林霄也极为吃惊的是 这骷髅手掌爆发出来的黄泉力量 越发可怕了 人的肉身 可以完全腐蚀 无一人生还 然而那些木门院墙等建筑 虽然能够渗透 却没有将其腐蚀 仍旧保持着原来的模样 没有倒塌 这骷髅手掌在盛世成于卡古葵 对激发声变异之后 激发出来的 便变成了纯粹的黄泉力量 而这黄泉力量 越是纯粹 越是精准 只腐蚀肉 不腐蚀骨髓 乃至其他东西 只能说 这黄泉力量也太奇特了 否则 如此恐怖的腐蚀力量 连半部五圣乃至五圣都可以直接腐蚀 在波及之下 这片院落建筑定然会化为乌有 当然 那些建筑 在黄泉力量渗透之后 也已然不在原先前那般结实 对此 林霄道也没有过多关注 在扫荡完之后 便快速离开了这座城池 前往红家的其他分部 林霄一边飞行 一边倒带 也便是将获得的储物界 把里面的东西取出 再放入一个储物界当中 第1548章 红家家主 林霄离开红家第58分部没多久 红家人马 一下子全部消失的消息 历史就传了开来 无数人马 去集红家分部 红家院落被一股黄雾淹没 红家第58分部的人 一下子全部消失了 一人不剩 天啊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红家的人 该不会是 全部死了吧 一下子消失 要么全部被杀 毁尸灭迹 要么全部被抓了 那么多人 没有痕迹地全部抓走 几乎不可能 肯定是毁尸灭迹了 那将他们击杀 难道就容易吗 怎么一点打斗动静都没有 该不会是五胜出的手吧 定然是五胜级别的高手 否则不可能一点动静都没有 要知道这里的红家分部 可是有半部五胜高手坐镇的 是谁这么大胆 敢动红家 该不会 红家前去围攻的林霄那伙人吧 他们连红家大长老都敢杀 灭红家分部 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他们不是被五大势力联手 围困在林池岛了吗 怎么会来这里 难道逃了出来 众人议论纷纷 认得他们搜遍整个红家 也没有见得有任何蛛丝马迹 也没有任何宝物之类的出现 红家整个分部所有人消失的消息 也很快 向四面八方传播了开来 本来 有人想要邀功 前往最近的红家分部禀报 结果 带的那些人赶到之后 又同样的事情发生了 最近的红家分部 全部人消失 而没过太久的时间 又有消息传出 红家分部 再次有人消失 一消失 就是整个红家分部的人 而还有其他地方传来的消息更加震撼 红家有些分部 直接被人一掌灭了 有些分部 被人吸干了血液 所有人都成为了干尸 这个消息 顿时在幽州迅速蔓延了开来 震动整片区域 而在消息不断向外传开的时 红家分部 不断被人团灭 要么全部人消失 要么被一掌拍灭 要么被吸成干尸 仅仅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红家分部 足足有28个被灭 整个幽州震动 而其他红家分部 皆战战兢兢 什么 我们红家28个分部被灭了 谁这么大胆子 林霄 肯定林霄 撤 快撤回总部 其他分部听到消息后 一阵恐慌 纷纷向总部撤回 红家总部的一群高手 纷纷出动 四处查探 结果丝毫没有找到 对红家出手的人 不过 他们从围观的旁人那边确定 出手的 是一名20出头的女子 一名魔蛙 一名中年人 还有另外一名青年 他们便完全确定 那四人 赫然正是林霄四人 红家上下 一阵愤怒和恐慌 红家的长老 以最快的速度 前往林池岛 前去禀报消息 而红家总部 也有神秘高手出现 四处找人 不过 哪怕神秘高手再强 也始终找不到 对红家出手之人的消息 四人已然消失匿计 仅是半个月的时间 红家的长老 已经赶到林池岛 此时 林池岛外围边缘 五大势力的五胜 直接就隐秘于各方 一直蹲守 逼迫林池岛 而五大势力的其他不少 半部五胜 则直接长期入住林池岛 不断搜查 在西门浩月的允许下 那些人马 几乎要把林池岛搜查了个遍 当然 每次搜查 都有林池岛长老弟子带领 这让得林池岛内的长老弟子都有些不得安宁 甚至让得他们很多人都不禁对林池产生了恨意 也有些人 则被于西门浩月的软弱 这些时日来 他们林池岛 可是憋屈得很 而五大家族 同样也憋屈 林池岛 竟然来了这么一手 死不认林池在里面 让他们进入其中搜查 这让得他们打也不是 不打也不是 当然 五大势力 也在调动各种势力大量人马 四处查探消息 就在林池岛外围西北向一处隐秘的地点 洪家家主和一名五圣长老所在的林中屋舍内 一名中年人 正在向两人禀报 家主 苍龙们的分布 无法攻打下来 那些人就一直待在里面 无法擒拿对他们做出威胁 另四大势力 也没有其他消息 洪家家主怒然拍案 一掌重重的拍在了桌椅上 冷哼到 哼 肯定是隐藏在林池岛 林池岛就依仗着林控师威望 敢跟我们五大势力作对 洪家家主的脾气 也是抱得很 在逼迫林池岛的五大势力中 几乎是最强硬的一个 不过他也很清楚 其他势力也根本不想过多得罪林池岛 对此 他们哪怕想打进去 也无可奈何 如果我们五大势力完全与林池岛交物 乃至开战 令五大势力肯定乐意见到我们两败俱伤的局面 这才是林池岛有恃无恐的一大原因 另一名武圣与洪家家主相反 显得极为的冷静 就是鸡家太窝囊了 竟然让人把总部都给移平了 还让对方跑了出来 否则 我们洪家大长老 也不会再陨落在他们手中 洪家家主道 秋 而正当这个时候 又有一道老者的身影 快速的飞略了过来 洪晓峰长老 你前来所为何事 洪家家主一眼辨认出来前来的长老 不由问道 这长老 在洪家总部 并非是他们安排前来的长老之一 家主 洪廷长老 出大事了 名为洪晓峰的长老连忙禀报道 我们洪家 有28个分部 被林萧四人灭了 我们洪家族人 陨落两万多人 什么 洪家家主和洪平纷纷错愣 犹如晴天霹雳打在身上一般 而后 滚滚的咆哮声音响了起来 林萧 声音响彻天地 传遍千里 可想 洪家家主有多愤怒 他们来对手了几个月 差点跟林池岛开战 结果 林萧四人 还真没在 反而已经跑到了幽州 灭了他们洪家28个分部 屠杀他们洪家两万多族人 洪家家主 努德甘感欲裂 听到这动静 不少洪家高手纷纷汇聚 大量人马向这边汇聚而来 快 传四大势力所有武圣过来 那洪平长老则是对着那些搜集情报的洪家人马下令道 一道道身影 连忙向四年八方飞跃而出 第1549章暴动 没过多久的时间 姬家家主 天机圣地圣主 赢家家主 江家大长老 以及各势力武圣长老 文训纷纷其至 洪家主 发生了什么事情 赢家家主历时问道 林萧四人出现了 在幽州 灭了我洪家28个分部 洪家家主说道 什么 一群人纷纷震惊几乎要被这个消息惊呆了 林萧四人 竟然真的没有在林池岛 而是出现在了幽州 海灭洪家28个分部 他们掌握到的消息 是林萧四人 前来了林池岛 而后消失了 难道 是林池岛故意的 早早就将四人遣送走了 西门昊月 你这个老狐狸 天机圣地圣主咬牙切齿地道 诸位 此时林萧四人定然还在幽州 还望各位一同前往 将一举将林萧四人击杀 洪家家主急忙说道 赤不宜迟 我们即刻前往幽州 姬家家主也道 幽州与姬家 差着不知道多少距离 而且他们姬家 太上长老出现后 就惊跑了林萧几人 林萧几人 根本不可能再打回去 再者 姬家大长老攻打昆虚山贼 被王家以入境为由逼迫 被打了回来 而后大长老便宣布 姬家分部全部撤回总部 最近方才赶到扬州 与他会合 将消息传报于他 因此 他们姬家 没有任何危险 便第一时间提议 前往幽州 攻打林萧四人 当然 他们姬家太上长老 也在这个地方 只是隐藏于暗中 没有露面 幽州前来 动用最大的资源 最快也要半个月时间 这样一来一回 林萧四人 恐怕已经逃离幽州 我们现在前去肯定来不及了 赢家家主这时深深皱着眉头说道 他竟然对洪家动手 肯定也会对我们赢家动手 他们四人 现在恐怕已经前往了玄州 准备对我们赢家动手 诸位 我们当即刻前往玄州 否则 便无法追击 文言 姜家大长老历时变色道 幽州也与我们好州相连 我们姜家家主重创 林萧四人 很有可能 会去我们攻击我们姜家 而实际上 姜家大长老更担心的是 他们姜家 不仅是家主受创 连重器都丢了 只不过 此事 他还不好说出来 而听的两人这么一说 这下子 一群人都拿不定主意了 他们都是家主级别的人物 智慧自然不低 无论是洪家家主 赢家家主 还是姜家大长老 都想让他们前来各自的地盘 一来也好对付林萧四人 二来 也好为他们免去威胁 解救他们族人 而姜家家主和天机圣地圣主等人 自然也想一同前去 截杀林萧等人 可是他们也不确定 林萧四人会前往哪里 幽州南侧是浩州 东侧是玄州 两个地方都有可能 甚至都有可能东南下盛州 攻击天机圣地 只不过天机圣地和各个家族不同 天机圣地没有分布 也没有那么多人 而天机圣地的防护 极为的强大 加之林萧四人没有攻击宏家总部 肯定有所顾及各势力总部这些地方 因此 天机圣地的圣主和长老道士不太担心 林萧四人 会去攻击天机圣地 各位 我们去哪个方向都无法笃定 林萧四人会出现在哪里 天机圣地圣主道 不如 我们兵分两路 前往玄州和浩州 其杀林萧等人 不行 林萧在幽州出手 定然还没远离幽州 我宏家危机尚未解除 我们必须前往幽州 宏家家主道 林萧在他们幽州出没 他们宏家死了二万多族人 不去幽州 反而去其他地方 他们宏家肯定不同意 宏家家主心中也恼火 为何林萧偏偏对他们宏家动手 而不是其他家族 好让他们看看 被人灭了两万多族人是什么滋味 甚至对于日后各大家族的竞争 也会有巨大的影响 他们宏家 可谓损失惨重 这些族人 可都是他们宏家高手的源泉 搜集财富的源泉 他们宏家总人数也不到十万 一下子损失几分之一 这让得他们的心仿佛 被人割了一刀一斑难受 此人不是傻子 不可能留在原地 他们很精明 肯定会前往其他地方 而我们玄州赢家 是他们最佳的目标之一 赢家家主道 我们江家家主受创 他们攻打江家的可能性更大 江家大长老道 一群人争议不下 最终 天机圣地圣主道 我们天机圣地 决定前去玄州 我们姬家 前往好州 姬家家主也道 我们自己回忧州 红家家主最终也怒道 关乎道家族重大得失 谁又会让步 最终 五大势力 兵分三路 前往三大州 泉州和好州 皆有两大势力 五胜前往 而幽州 仅有洪家家主等人返回 而林霄灭掉 洪家28个分部的消息 很快便是在林池岛周围 炸了开来 不断向四面八方传播而去 天啊 林霄四人 竟然前去幽州 把洪家28个分部都给灭了 那可是两万多人啊 林霄四人 这也太残暴了吧 何止残暴 五胜对非五胜出手 简直就是在屠杀 这家伙 下手也太狠了 当真不好惹啊 这一下 各大事力吃跟头了 这跟上刺激家大长老敦守林霄一样啊 敦守在林池岛 结果 自家后院反被人家灭了 呸 想要杀人 就要有被杀的觉悟 五大事力 这下碰到真正的印查了 他们可以联手围剿 但 他们的族人 可不是完全能够保住 五大事力 这下麻烦大了 各大事力收缩 几周的各个事力 肯定会蚕食 各大事力原先的利益 五大事力的麻烦和损失 还真不是一般的大 消息震动 向四面八方肆虐而去 林池岛周围区域 几乎被这消息惊得沸腾了 而这个消息 还在快速向外肆虐而去 半个月后 西北幽州 洪家家主和洪平 以最快的速度挽回 而一刚刚到幽州洪家的传送大阵 便是有洪家的长老 第一时间 急忙对着洪家家主禀报道 家主 九幽志族 向我们洪家开战 趁机我们洪家族人撤回总部之时 灭了我们不少族人 洪圣长老 前去搜查林霄等人下落 结果差点被九幽志的胜兽击杀 什么 洪家家主震惊 整个人顿时火冒三丈 这群可恶的九突志 竟然敢趁人之威 对我们洪家动手 洪平也一阵愤怒 九幽志是六大兽族之一 也在幽州与他们洪家向来不对路 但也相互克制 很少有出现大规模对抗的情况 没想到这次 他们洪家的28个分部被灭之后 这九幽志族 竟然也出动了 还有急报传来 天罗陵窝族和比目族 联手攻打江家 逆牛族攻打赢家 那长老再次禀报道 洪家家主二人再度震惊 不仅是他们洪家 连左右两个邻居的江家和赢家 也被另三大灵兽族动手了 这些灵兽族 怎么个个都暴动了 洪平满是不解地道 难道是因为灵霄四人 与他们交谈过 肯定是灵霄四人动手 我们人族五圣允落 威严散失 这些灵兽一族 开始暴动了 洪家家主则道 说着 他又冷哼道 当真小去了我们人族各大势力 他们还以为 能够取代我们各大霸主 势力不成 第1550章 我要炼化毁灭灵能 家主 我们洪家伤亡太多 需请太上长老出手 洪平历时建议到 太上长老已经出动 前去搜查林霄等人的下落了 那名长老秉报道 两人微微愣了愣 洪家家主决断道 林霄等人 便由太上长老去解决 其他人 四处搜查林霄的下落 至于九幽志族 我亲自动手 是 那名禀报的长老点头道 洪平也点了点头 随后 随着洪家家主出动 在律另一名武圣长老 离开洪家总部 直奔九幽志族出动的方向 飞略而去 东北明州 萧家 大唐之上 端坐于一名老城池中的老者 这老者须眉好白 一官慎伪 面色威严 此人 赫然正是萧家家主 萧玉峰 在听的汇报之后 萧玉峰脸上 露出了沉思之色 而在正习之下 做招数名老者 这每一位老者 都上两百年纪 各个面容苍老 弃姿不凡 洪家 赢家 天机圣地皆有大长老和一名武圣允落 江家家主重创 一名武圣长老允落 家之机家总部被林萧等人推平 洪家二十多个分部被人团灭 各大势力威严大损 灵兽一族终于忍不住动手了 坐下 萧家大长老说道 天罗灵窝族和笔木族攻打江家 九幽志族攻打洪家 一牛族攻打赢家 其他灵兽族 蠢蠢欲动 而我们明州的灵柴一族 恐怕也会暴动 家主 依我看 还是召回族人为妙 以免伤亡惨重 没错 灵柴一族虽然顶级战力少 但数量太过庞大了 如果暴动 直接便是受潮 哪怕我们萧家族人战力再强 也会大损 而即便我们这些武圣出动 也不可能敢至每一个地方 另一名武圣长老道 另一位强硬的武圣长老老者 却摇了摇头 道 灵柴虽然庞大 但大多实力较弱 我们积家各个分布 对各个势力抵抗 灵柴伤亡难以想象 加之我们萧家 没有武圣陨落 灵柴一族 肯定没有那个魄力 再者 我们萧家加强戒备 等若灵柴暴动 我们再撤回也不迟 如果现在便撤 无论是裁员还是威严 都是巨大的损失 反而让灵柴有恃无恐 真正发动攻击 文言 萧家大长老反对道 灵柴繁衍能力强大 谁又知道 他们现在有多庞大的数量 真若动其手来 我们萧家 也会损失惨重 如今 各大兽族暴动 这些兽族势力 必然早便谋串好 灵柴一族 十有八九会暴动 动乱之局 守住实力才是强大之本 如果现在就动 灵柴一族本来不敢动 反而会促使灵柴一族暴动 别忘了 我们萧家 才是民中真正的霸主 另一名强硬的长老则是反驳道 一群长老 开始争论了起来 双方各持己见 最终 萧家家主 萧玉峰开口道 各位长老皆言之有理 不过 灵柴会不会暴动 完全不在我们掌控之中 若是灵柴不动 我们先动 反而会引动灵柴 落下了我们萧家 怕他们灵柴一族的名头 哪怕现在灵柴一族暗兵不动 将来 肯定也会暴动 因此 暂时不能先撤回族人 不过 未避免意外 下令全族戒备 做好随时撤回总部的准备 各大武圣长老 律大量半部武圣长老和高阶武皇长老 前去萧家分部 各方前线位置镇守 同时派出大量探子 监测灵柴一族动静 一旦有动静 立即下令撤回总部 还有 让一些潜力巨大的天才 暗中返回总部 最终 其他长老只得点头 于现在的情形看来 撤回族人 有些大动干戈 反而大损萧家威严 若不撤回 万一灵柴一族不顾一切出动 爆发受潮 那他们萧家也会损失惨重 如今 这已经算是极佳的选择了 让所有顶层的长老出动 去四方镇守 同时将一些天才暗中遣回 将风险降到最低 东方苍州储家和西南弹台家等 与其于兽族接近的势力 同样也有相似的事情发生 各大家族高度戒备了起来 此间 林霄四人 便又趁机悄然返回到了林池岛 以防消息泄露 直接控审一名林池岛的林控师前去找西门浩岳 西门浩岳派人迎接进入 而龙图天等三人 没有进入林池岛 而是戴了林霄给的面具 潜伏在林池岛外围 唯有林霄一个人 进入到了岛内 当然 林霄也是戴着面具进入其中 此刻 已是此时 夜色笼罩整片湖泊 林霄随着一名老者 来到一座耸立高楼的岛屿 带得引路的老者离去 林霄不紧不慢进入其中 直接飞掠到了最高的一层楼内 这处 可以揽进无数岛屿湖泊 高楼房间内 只见古朴的茶桌旁 端坐着一个白袍翩翩 容貌精致 精神奕奕的白发老者 虽说是个老者 却有种欲回归中年人 意气风发的感觉 整个人犹如一名白发者仙 短短数月 将个大事立脚得风起云涌 还真是令人惊讶啊 此人正是西门昊月 他一边饮茶 一边语气调侃地感叹道 处欲进而风不止 无奈之举 给林池倒添麻烦了 林霄也不客气 走上前去 在西门昊月对面坐了下来 林立一动 自行到了一杯茶 一口饮下 知道麻烦 还要来林池倒 西门昊月道 西门长老 我这次来 是想要炼化毁灭灵能 林霄直接说道 文言 西门昊月眉毛挑了挑 道 你要炼化毁灭灵能 你的灵力 突破了 林霄点了点头 炼化八品初级充灵丹 突破了一级 强行突破 有些可惜了 西门昊月轻叹了一声 道 不过 以你的天赋 很快就能够补回来 至于毁灭灵能 顿了顿 西门昊月继续道 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你随我来吧 说吧 西门昊月起身 向外飞跃而去 林霄紧随其后 梅里的